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经念佛必定往生这种概念的诠释 在当初大师时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会 叫摄弄学会师 专门研究无洲菩萨和千钦菩萨的摄弄和摄弄师 这个宗佩也是后来法下为世中的奠基或者是前生 那么法下为世中呢 我们都知道这是玄奘大师和他的弟子 亏基大师所集大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宗佩 所以今天呢 依旧也是很受很多的知识分子和这种逻辑思维的东西 比较发达的呢 他们很喜欢学习这个宗佩 那么这个宗佩提出一个当时的一个观点呢 就是说这个实念念佛 实念念佛呢 是在这一生是不能往生 是中一个往生之因 那么实念念佛 这个也是与这个净土法文里边我们谈到的 那为发愿 为愿往生呢 是同一回事 他就是把为愿往生和实念往生呢 就共享了 那么针对这一点呢 这个道处大师啊 就说当时摄隆学会所谈的 这个实念念佛是别实意 就是是佛的方便说法 不是真实说法 嗯 实念念佛不是这一生得往生 那么是为了得往生 那么这种概念呢 道处大师呢 就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他首先 这个是对于实念念佛和为愿往生 把他们混淆了 那另外一个呢 就谈到别实意的问题 那么别实意 根据摄隆学会的解释呢 就是说 这不是真实说 这是在别实 这是这一生 重因 来生 未来时 不晓得什么时候了 才能结果 那么 道处大师说 这个别实的解释啊 它有新的禅法 什么禅法呢 别实自谈 因实现中 没因谈过 那么这个概念 只要针对什么呢 就是针对这一关 《无量书经》里边 所谈到的 这些 临终实念 实生念佛 求生净土 而得往生的 这一类的 五逆十恶的恶人 那么这些恶人 根据因果的规律来说 他们肯定是要 堕落在恶道里边 受苦的 但是呢 他自念实生佛 就往生了 好像这个 是与因果的规律 不相符的 那么 道处大师说 这个其实 《观经》里边 所谈的呢 谈了一个表面现象 什么表面现象呢 就是说 这个人在这一生 他做了很多的恶意 这是由于 他的烦恼现前 烦恼比较出众 这种烦恼呢 遇到了恶源 在恶源的助长下呢 就仗作了重罪 仗作恶意 但是 他的受似 他的过去世呢 是种过大善根的 是供养过祝福的 也是发过菩提心的 这一类 所以如果说 不是过去世 他供养过 伊恒和杀树祝福啊 也如果说 不是他发过菩提心啊 他这一生 连善知识都遇不到 何况是谈 要遇到净土的善知识 还能倾到净土法门 不生诽报 还能生其大的愿心 求生净土 所以呢 他说这个是 盈世显 中帝说 把他过去世 素世的善音 供养祝福 方福提心 这种善音呢 就给他引 给他引 没有谈 没有说 那么也是发过去世的素音 没有说 直接谈这一生 遇到的这种结果 所以呢 盈世显 当时所引用 引用呢 自涅槃经里面 谈到说这些 这一生遇到大成的法 不生诽报 能够欢喜赞叹的 能够产生信心的 都是素世 曾经供养过祝福的 也是曾经发过大心 大心要成果之心 要度众生之心的 那么像这一类众生 由于这一生 他们遇到的恶缘 烦恼现前 那如果说是 我们每个人 有些人说是 我现在不要念佛 我要等到临终 从十年往生 那么我们首先 要考虑清楚 我们要考虑清楚 我们有没有 这么好的姻缘 你看我们看到 这些命中士 这些人 那这些恶人 他临终的时候 他遇到善知识 他很清醒 并且他能够发心 能够跟着善知识 念识神佛 那么我们知道 你看有多少人 灵敏中的时候是清醒的 自己能够做主的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这个可能有些同希望 在我们新加坡生活 应该是有着切身的经验 这些经验识神佛 就是有些人 有些人灵敏中的时候 这些生命是掌握在他人手里的 当你自己动不了的时候 然后子女决定要插管的时候 各种各样 一系列的这些现代医疗设备 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走不了主的 所以这个要谈起来 就非常的复杂 也非常的悲哀 所以真的要是能够 在那个时候 清清楚楚地决定 自己什么时候走 以什么样的方式走 这个都是真的是 我们事先要做好准备 不是说是医疗技术好 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 就是好事 那有时候真的 还不一定是好事 那么对我们 一般年轻的人 用现代的医疗技术 可以借助 让我们健康恢复健康 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但是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 当他红身叉脉寡字 有时候整年 在那边不能动的时候 那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像这些现象 我们也从另外一个侧面 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 你一般的一种通俗法门的修学 你曾经过去是你看 供养过祝福 曾经过去是发过大的 菩提心 但是这一生竟然会造作 忤逆十恶的重罪 为什么 所以我们看 为什么这下我们在学习 谈论大师的时候 到现在我们学习 到处大师的时候 让我们一定要发愿求生净土 因为在这个说法世界 各种各样的未尽的诱惑太多了 我们自身造作过什么样的恶业 我们是完全是无从得知的 但是他遇到恶元以后 我们造作恶业的这种力量 这种心念是非常强烈的 造恶很造的很有理由 借口很充足 那邪之见 谋之见 入心以后 想要改正 有时候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像这些情形 我们要认清楚以后 我们就更加明了 我们这一生要求生净土的 迫切性和必要性 如果说是让我们再轮回 再来的话 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缘 我们真的一点都做不了主的 好 那这是我们上一次的学习的主要内容 就是通过这样的学习 那么多数大师让我们知道 这个十年念佛是肯定 居住心愿 是肯定能够 能阿弥陀佛接应 往生西方 那么这十年念佛之人 也不是一般的人 都是素食有大神灯之人 那我们来学习我们今天的内容 那么我们在学习今天内容的时候呢 因为这是道徒大师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可以说是他的净土 净土论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时机较相应 那么时机较相应的话 修学了才能够快速地 直接地得到成就 如果说是时机较不相应的话 就是说时间 这个时代 我们应该修学什么样的法门 那么针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 那么如果说这个是不相应的话 我们可能修得很辛苦 修得很辛苦 但是呢 结果呢是不尽人意的 这就是我们经常 我们在华人 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边 我们谈做事情要千时低利人和 千时低利人和的概念 这个最早是孟子起初的 就是孔子的接班人 这个本来是谈打仗的 你谈说天时 打仗要有看一个好天气 你不能说是在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 或者特别炎热的时候 你本身如果说 你派一些士兵过去 不适应那边的气候 就像那些二战时期 德国士兵进攻俄罗斯一样 结果你和大部分士兵在那边 都冻死在那边了 所以说要观察这个气候的原因 这是天时 那么也要占据有力的地形 你要是在高速往下面冲 那就很容易 如果是你第一次往下面攻 那就很困难 这是谈地利 那么最后一个要看 士兵的士气和民众 是不是支持你这场战争 是不是正义的战争了 所以我们看到 在我们历史上有邪恶的 有错误的战争 也有正义的战争 你就像周武王伐咒 这都是正义的战争 那么像这样的情形 就是说在不同的时代 谈天时 谈地利 谈人和 这个天时 现在你说我们谈天时 那就是趋势 什么意中 什么样的趋势 或者说是 这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不同的时代 大家的更新是不一样的 爱好是不一样的 可能我们现在 我们的祖辈 我们的父辈 他们的兴趣爱好 和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的年轻一代 特别是我们现在拿着手机长大这一代 那么他们的兴趣爱好呢 跟我们更不一样了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去 对他们去说法 想要让他们对佛教产生信心 对他们种一个善根 那么我们要找到一个切入点 就是你要掌握这个时间因缘 你不能说是 你老爸小时候 我们是玩泥巴的泥坑里边 我们就很开心了 你现在去玩泥巴 现在小孩子你这么大死他也不会出去 你跟他的手机 他的一切 他所有的快乐的源泉 他就在那边了 所以你要掌握一个时代因缘 时机因缘 那么还要看不同的文化 和不同的地域 什么样的方式 比较适合他 适合这个时代 适合这个地方 那么另外呢 一定要找到合适的人 这个在不同的公司做事情 也是这样的 你要有适当的人力资源 你要找到一个适当的处处 然后呢 你要找到一个 把握一个好的时机 那做任何事情 我们想这些 这三个因素呢 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如果说考虑 这些我们都掌握了 把握得好 那么正好 切实地理让我们都掌握了 那么做事情很容易成功 我们说应事而为嘛 应事倒立嘛 如果说你做这个决定 是一个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用了一些错误的人 那可能是你花了很多的精力 花了很多的时间 投资很多 投资很多 但是结果呢 是不尽人意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谈的 这个在我们的文化认识当中是如此 那么在学佛呢 也是如此 那么当初大师的实教相应说了 我们今天晚上来分四个层面的学习 第一个呢 是知识知机 念佛罪力 就是要知道时间 我们所处的时代 知道我们的根基 那么我们会发现 这个时代 念佛法门呢 是最适合我们的 第二个是莫法 五着念佛罪力 就是在这个时代 当外边的各种各一样的诱惑 这么多 而我们自身的烦恼 又这么重的时候呢 用什么样 哪一个法门的力量最大 对于我们修学来说 能够仔细我们的排劳 能够亏出成就 那么 从这个方面来说 念佛法门是最有力量 那么第四个呢 四法度众 名号最妙 就是佛 助世 初世 有四种最常用的方法度众 是吗 而在这些方法里边呢 其实最简单 直接的 最殊胜的 就是以佛号度众生的方法 那么最后一个 我们就看 使教相应 一生成就 我们只需要这一生 只要我们用心用力去做 这一生肯定会得到 我们想要的结果 那么如果说我们以一般的 咱们去修学 要生生生世世 生生世世 要是成就以后 会想到是多少结 多少结以后了 甚至在龙卷的过程中 我们也不能把握 我们下一生还能够做人 我们还能够遇到佛寡 那么特别是像我们的前面 刚刚提到的 就是如果说是我们遇到恶缘 遇到恶人 遇到恶友 甚至我们遇到恶知识 不是善知识 然后呢 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走上邪露 那怎么办 所以呢 这些就是我们在学佛过程中 我们必须要考量的 必须要考量的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有限 那么在这有限的生命之内 用一个什么样的法门 我们能够在这一生成就 我们在这一生里边 把我们无量节以来最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轮回的问题 给它解决了 那我们以后的法生会面 就有了寄托的地方 我们成佛就可期了 就是我们也就知道 我们肯定能够成就 那么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知识知机念佛罪义 那么首先 我们在第一个学期里边 我们就谈到我们的时代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那么佛在经典里边呢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 和他的佛法的法用呢 早就有非常智慧 非常智慧和非常理性的划分 佛门又说 他的法在这个世界 是永恒存在的 是永远灭的 因为这个世界 他本身一切都是无常的 所以我们看到佛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实现 只有八十年的时间 那么八十年的时间 度化众生 他的工作任务完成了 然后他就入涅槃 那么在他入涅槃以后 他所留下的遗教 所留下的遗教 这些智慧的语言文字 经过弟子们的结极 小城佛法有四次的结极 大城佛法呢 有文术菩萨 普贤菩萨 弥勒菩萨 对阿兰通德的结极 这一次的结极 那么这些大小城经典 结极成文字以后 这些对着智慧的放光的文字 这些般若的文字呢 一直流传到我们现在 有将近三千年时间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佛陀说他的教法呢 有正法 有相法 有末法 那么正法时期呢 说虽然佛入灭了 但是法仪会给 佛法龙圣 众生 仗轻福后 教行政具足 任修一法 都可成就 这个是正法时期 正法时期呢 佛法以及 佛所制定下来的 各种规则 各种遗规 都能够保持 原知原味 佛法呢 也非常显慎 那么佛法的显慎 是与众生的福报相应的 为什么佛法这么圣呢 是因为 众生的福报厚 大家的智慧生 所以呢 对佛法能够理解 也能够真实地去修学 所以呢 有教法 佛陀的遗教 原知原味的教法 还在 有行持 出家最佳的弟子呢 都在尽心尽力的行持 那么他们有这样的福报 有这样的智慧 繁老轻 障碍 障碍少 所以呢 只要一心修学啊 那么正果的很多很多 任求 义法都可成就 这是在正法时期 那么到了向法时期呢 向法时期 那么正法一般 有些经典坛是一千年 有些坛是五百年 那么我们一般都把它作为五百年 根据《大吉约葬经》里面 正法五百年 五百年以后 到第五百零一年了 到了进入向法时期 向法的法用呢 是一千年世界 向法时期 取胜一元 道化恶气 人心不古 思虑日查 虽教行人罪 但难以正果 所以十人修学 难以一人成就 就说这个到了向法时期啊 由于失踪涅槃 已经有五百年了 那么教化呢 会出现一些掺杂了 各种各样之鉴的说法 恶气就是说 已经有像牛泪里面掺了水 甚至有些些之鉴也出现了 那么众生的烦恼相对来说增加了 福报少了 智慧浅了 虽然说 世中的教法仍然还在 也有人在尽心尽力的行使 但是呢 很难正果 十个人中间 可能难有一个人成就 就是说 这个概率 虽然说 是低一点 但是呢 还是有人能够正果 在向法时期 那像当然是 相对于正法时期呢 就少了很多 所以到了末法时期呢 取胜更远 那就是历史教师宗 注释如泥槃 时间更久了 那就是到1501年开始 那1501年过去了 进入了向法 末法时期 世道入浊 众生业障充满 住缘少 障缘多 唯有教在 闲正者少 万人修行 难有一人成就 那这个时候呢 到了末法时期 所以五族开始非常强烈地 在众生的肢健上 在众生的繁老上 众生的寿命上 众生的身体上 以及整个时代上 就显现得越来越明显 那我们的障碍也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的障碍也越来越多了 由于我们所造的共业所改 各种之间越来越纷杂 烦恼越来越粗重 那正邪有时候呢 越来越来加以区分 所以这个时代 一个最可怕的问题就是这样 所以应该承重里面 为什么他说是 宁可千年不悟 不可一时错路 宁可坐在那边 千年不开悟 也不要走错路 因为一走错路呢 就入魔道入邪道了 那这也是正好是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如何去证别 什么是邪之界 什么是正之界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证别 我们取正之界 舍邪之界 我们走的路啊 就是正确的 我们这一生解脱是可期的 我们的法上会命呢 是有寄托的 如果说是我们取了邪之界 可能我们最用力 也最用力 但是呢 是造作邪因 会导致邪果 导致恶果 那就非常可惜 那么所以越在这个时代 我们越要以佛说 以及我们祖师大德说 这两个参考的标准 作为我们之间的 之间的最重要的 最高的标准 如果说是经不起这些 这佛所说的 或者说我们祖师菩萨所说的 这两个之间的印证的话 那么我们一定要 加以注意 千万不要相信邪之界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这样的祝缘 就是帮助我们修学 修道的因缘 越来越少 而障碍我们成就的 这些障碍 这些恶友啊 这些恶人啊 这些邪之界啊 它就像狂奔暴雨一样 会动摇我们的信心 动摇我们的之间 所以说这个时代 佛陀的教法依旧在 唯有教在 但是行持的人少 少之又少了 那么正果的人呢 就更少了 正果的人就更少了 那这是佛对于 他所留下的遗教 就是有这样一个正法 像法和末法的划分 那么在很多的大乘经典里面 我们也看到 那么佛经常说 说正法时期 戒律成就 就说你在正法时期啊 如果说是 比求出家 持250戒 就可以 持戒得解脱啊 可以证阿罗汉部 那么比求尼呢 也是持348戒 也可以证过 那么这家律师 如果说是 严格 拼持戒律呢 他也可以证过 那么到了 像法时期呢 能够延迟 维系地 把戒律持得 非常亲近的人 就越来越少了 那这个时候 当然 佛陀有方便法 来 这个像法时期呢 可以修禅 以禅定 来规范自己的生活一业 仔细助恶 通过仔细恶意 情修善意 开发智慧 得以成就 所以呢 像法时期呢 依旧还是有 很多人成就的 那么到了末法时期 一万年的时期呢 佛陀教给我们的方法呢 是以念佛来成就 所以这也是在 很多大乘经典里面 都所提到的 那当初打师呢 他根据 大吉月藏经 对于佛陀的 在不同时期 要修学什么样的法门呢 做了一个 更加细致的画本 大吉月藏经里面 谈说是 佛灭度之后 第一个五百年 第一个五百年 是以学会得坚固 这个我们看 不同的经典 有不同的说法 刚才我们看 一般上是通过持戒 那么持戒 我们知道 这个智慧是从哪里得来的 智慧是从 从得三脉 得定 得来的 那么三脉定 是从哪里来的 三脉定 是通过持戒 而来的 通过持戒 仔细做过 修行 做善 心安于道 渐渐地 会得智慧 所以呢 我们不要看到 这里修慧啊 就以为是 知修智慧 但也就是说 就一定会 三学起修 可以 以慧 得解脱 这是第一个五百年 那么第二个五百年 是通过修定 得解脱 其实我们看 这里是有很有意义 很有意思的一个方面 那也就是说 第一个五百年 通过持戒 修静 可以得智慧 然后呢 以智慧 断除剑丝 得到 处离三戒的资料 但到第二个五百年呢 就是说 通过持戒 到修定 那么 得到的智慧 已经有限了 所以呢 他要把定 特别的 凸显出来 当然了 有这样的定力呢 他依旧是 可以得到 坚固的解脱的 那么到第三个五百年 第三个五百年 已经进入到末化时期了 第三个五百年呢 是通过多文 多文读诵 得解脱 多文呢 就是通过 不断地凶修 大乘经典 大小乘经典 不断地 自己非常精进地 读诵经典 通过这种方式 读诵 亲人 学习 心能够安住在法上面 那么 依旧是 可以得解脱的 而到第四个五百年 第四个五百年 是真正地 进入到末化时期 到第三个五百年 还没进入末化 还是向法时期 向法是一天年 那么第四个五百年呢 是以 修复 忏悔 造立 塔寺 得解脱 那么第四个五百年 就是说 进入到末化时期 相对于 正法和向法时期的 这些众生呢 我们的业障更重 福报更少 那这个时代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生在末化时期 本身就是业障重的体现 要不然的话 我们在佛陀的正法时期呀 跟佛助士 蒙佛说法 常随以佛身边了 我们早就得解脱了 还不会在这里 哭哈哈子在轮回呀 所以呢 一定要认识到 我们自己业障的身重 我们的烦恼的厚重 要实时要修各种各样的福德 修各种各样的福报 实时的心悔惭愧 多做忏悔 善道大师说的很忏悔人啊 每时每刻都想到自己是一个业力凡夫啊 处处都是受业力驱使啊 处处是被烦恼所辱 很难有做主的时候 所以呢 要实时要聚足惭愧 聚足忏悔 而在所有修福 所有忏悔的方法里边 除了我们这些建立塔斯啊 做各种各样的功德 也为了说最有用的方法是念佛 那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无量寿经》里边 《观经》里边 他说你要至诚信愿念佛一生啊 能灭除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 何况是多年 那到了第五个五百年 就是末法时期开始啊 已经定第二个五百年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更加的众生福报少 福报越来越少了 那么烦恼障碍呢 就更加的多了 甚至呢 到了末法时期啊 真正的清净法 说的也是随着我们 众生的福报越来越少 说清净法的人越来越少 那得解脱的更就是 九牛一毛了 而这个时代众生的 一个普遍的特征是什么呢 是多有赠送 那就是喜欢斗 互相直接勾心斗角 互相直接斗的斗去 那以这个为乐 而心呢 不放在法上面 所以说 到时候他说 微有善法 当然有些有惭愧心 有忏悔心的 他知道 这样当然也是不对的 他要修学善法 要以处理解脱为目标 但是呢 在修学善法 在清闻凶习善法的过程中呢 依旧心里边是有这种 赠送心 斗争心 这种斗争心 其实都是五知的起现 五知太重 也是诚恨心的起现 疑心的起现 贪欲心的起现 这说明 我们的五毒烦恼 在这个时候 表现的是非常的强烈 之所以非常的强烈呢 是因为 整个人世环境的变化 大小环境都在诱发 我们本句的这些 烦恼的病 所以这个时代呢 这就不用做其他的 而应该以念佛为主 其他的为福 这是在《大地月照经》里边 说这个时代 一定要抓紧时间 好好念佛 如果说念佛都不能够转变 我们这种赠送的心 斗争的心 你斗争都坚固 如果说没办法转换 我们这种斗争的心 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就比较大 所以一定要时时警觉 时时警觉想到 《大地月照经》里边 到处大师说引用的这些话 反观我们自身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好 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 那么正是在针对不同的时代 针对不同的众生的根基 在龙树菩萨时期 那龙树菩萨呢 是佛涅槃以后 六百年以后呢 就进入到像法时期呢 在古代印度出现的一位大菩萨 那么他那个时候观察到 这众生的根性 已经是和正法时期啊 不能比了 越来越多的人呢 变得非常的去弱 就是发不起勇猛精进性 要修学 一直要持续下去了 这种持续的动力啊 是越来越弱 而修学一下呢 马上退转一下 修学一下 退转一下 这种不断地进进退退 可这种现象呢 就越来越普遍了 所以 他根据那个时代众生的特征啊 就初步地 在石柱 批菩萨弄里边说 佛陀的教法呢 其实当然是一位的 是平等的 但是呢 对于这些烦恼比较重的 心性比较弱的众生啊 你不能说是一直强迫他修大力菩萨行 那菩萨的行持 这是生生世世在行菩萨道 要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要难舍能舍 并且呢 要一生又一生 一生又一生的接力啊 行菩萨道 中间是不能间断的 直到 正得不退转位啊 直到入灯地菩萨 灯出灯欢喜地啊 才心里边才会安静下来 直到自己能够稳得住了 这也不会退到二寸呢 也不会退到反复了 但是对于一般的众生来说 大量的众生啊 是普通人啊 大量的众生 你要是让他去 生生世世去行菩萨道的话 那是没有办法成就的 可能他这一生很用功 但是一轮回以后 隔音自弥 入胎之轰 他一出生以后 自己从哪里来的 他都分不清楚 那遇到恶员呢 他得去做恶人去了 遇到小乘员呢 他修小乘法去了 那么菩萨道的修学呢 这个时候就终止了 所以呢 他说对于一些具有 烦恼具足的反复啊 可以从信心弃弱 养让佛力得解脱 这是他最初对于佛陀的教法 根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众生根基 做了一个初步的画本 他画本的目的呢 只要是让这些烦恼具足的反复啊 想要能够在一生之内得到保证 得到保证的话 就劝他们应根念佛求生净土 而不是说是在会土 生生世世行菩萨道求证保求成佛 这个就下来以后啊 就是你根本对于一个反复众生 是没有办法做保证 没有办法做感染体 必须先求生净土 这是荣树菩萨最初 他的对于我们这些根基 渐渐地产生质变以后 他做出的判断 那么我们在上个学期 学习谈论大师的时候 那么谈论大师呢 就分别判施呢 就更加明确一点 他说佛法的修学 根据荣树菩萨呢 所判有难行道有义行道 难行道呢 是像这些大力的菩萨 发大心的菩萨 他们发愿要生生世世 要构化众生 生生世世 要真的是要修六度外分 真的要去 难舍难舍 难舍难舍 难忍难忍 他们忍得甘之如意啊 这样的话 他觉得对于菩萨的修学 进步才快 但是像一般的众生 他是没有办法去先吃的 他必须要仰仗佛力 以什么仰仗佛力呢 以信愿念佛仰仗佛力 门佛设寿 到佛的净土去修学 这个就像一个沉船和走路的关系 那么大力菩萨呢 他们是以自身的力量 断各种烦恼 破除自己的我之我戒 出离三戒以后呢 生生世世再入苦去 来到我们所有世界 或者说其他苦难的地方 去度化众生 三大阿三起节 乃至无量节之后 成就佛道 这是自力修学的路 那么从我们一般的反复众生 我们有幸遇到佛法了 说明我们素世的善跟福的因缘 也不错 这一生 这些善因缘都聚合在一起 正好成熟 那么我们遇到佛法 特别是我们遇到净土法门 我们遇到了以后呢 我们没有诽谤 我们非常欢喜 我们生起了信心 那你看 根据道处大师所说了 我们在素世也是供养过 无量无边诸佛的 也都是发过大乘菩提心的 那这是可以肯定的 不然的话我们遇不到大乘法 也遇不到净土法门 但是发过大乘菩提心 我们在龙转的过程中呢 龙回太久了 我们生死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龙回的问题没有解决了 所以我们依旧还回来了 那但是阿弥陀佛对我们 死敏不舍啊 看到我们龙回太可怜了 为我们成就因缘 让我们这一生 在遇到净土法门 能够产生信心 那如果说是我们具足信愿 我们发心求生净土 发愿求生净土 我们知道以我们自身的力量 这一生要处理龙回 要断尽我们的见识户 这是不可能的 那当然我不知道 我们线上的通修 有没有这个能力啊 我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那虽然才要死心塌地的念佛 那求佛 阿弥陀佛 求佛射手 那么我们到极乐世纪呢 再去断祸业 我们是被业往生净土的 所以 这个修学的场所 我们刚才谈天时地利人和 这个地利强健呢 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断见识 我们是发愿 背着我们的祸益 到极乐世界去断 那你看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断 那就是wrong place 因为如果说 未在的环境 与我们内在的烦恼 一相应的话 我们就造作恶业去了 很难控制得住 那必须要换一个环境 到佛的净土去 到佛的净土呢 他没有我们造恶的助缘了 而未在的缘都是清净的 我们所遇到的人都是佛菩萨 都是清净的 这样呢 我们在这种 我们的义 我们的义 或义才会容易断除 这是谭伦大师 他的对于 所处 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根据他所面对的众生呢 所做出的对佛法的判施 和对净土法门的 这样一个总结 那么到了道处大师时期 他根据 龙树菩萨 以及台伦大师 他们两位的派师 他再做一个 更加详细的划分 他说 除净土法门 以为其他佛所设立的 这些八万四千法门 这些达马道 都是属于圣道门 那圣道门就是具有大心的 发了大心的 能够行大行的 那给这一类众生所修学的 但是这个道路呢 肯定是南行道 为什么南行呢 因为他修学的场所 是在这个苏婆世界 修学所面对的对象呢 是和苏婆世界这些恶众生打交道 天天要和自己的怨天在一起见面 那特别是随着我们这个时代 简洁的时期 众生的烦恼越来越粗重 环境越来越恶劣 福报越来越少 滋养我们的各种资深用具 粮食啦 水啦 空气啦 以后都会越来越珍惜 那能够养活自己的物质越来越稀少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斗争 战争就更加的轻凡 和更加的 更加的犀利啊 那战争的威力呢 也是更加的可怕 那如果是要在这个世界 在所有世界的此时此处 要自己修学 要断剑师部 要除灭自己的障碍 那断定剑师要处理三阶 那至少啊 我们知道 就是从断正上都是四国阿罗汉的水平 那从菩萨的修学都是七性位的菩萨的水平 那在我们这个时代内说 能够做得到的人呢 真是久留一毛 非常非常的稀缺 当然 我们不能说是 就没有人能够做得到 也有可能有一些真正的行菩萨道德 这些大清菩萨 大力菩萨 依旧会生生世世来到这个世界 来行持 那所以 当初大师呢 对这个修学这个法门的 这些众生非常赞叹 把他们归在圣道门 这是圣人所修学了 不是仿佛所修学的 那你像他们 在这样一个恶流的环境里面 面对这样的众生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要来这边行菩萨道 那确实来说是让我们佩服的 那对于我们绝大多数 我们这样 你我他我们这些反复 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说是我们要走南行道 可能我们行持没多久啊 都一面无福了 那么来一生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没把握 你问我也没把握 我一点都没把握 所以我们走一行道呢 那么我们以信愿念佛感通佛力 设受我们对业往生 对业往生是净土法门最大的特色 也是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里面 唯一的法门 我们带着我们的货业到极乐世界去断货 去宵夜 那么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 那是一个不退转的环境 我们的寿命是与佛一样的 与佛同期 他没有一个生了又是死了又生 一个轮回的过程 所以呢 我们很清楚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很清楚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很清楚我们的方向在哪里 不会说到这个世界 我们下次来以后 我们意愿 从哪来来都我们搞不清楚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 死了以后去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真是一问三问之 那么所以这是当初大师就说 我们这个时代众生修学了 那如果说我们要具足智慧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 现在了我们已经是 进入第五个五百年 到第六个五百年了已经 其实其他的法门都是他所不推荐的 我们应该来说要老老实实地修复 不忍悔 那所以如果说是我们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东特大师所指出 就是说净土法门 他肯定是在佛所 这个龙殊菩萨 他人大师 他们所判别的 他是一行道 那么一行道 他所对应的呢 是我们这个末法时代 第五个五百年 甚至到我们现在第六个五百年的重生 所以在这个时代呢 我们应该要以至诚的信愿去念佛 在业往生到净土 在净土去消祸 去效益 那这个法门来说 他确确实实来说 是最适合我们的根基的 所以伊光大师也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在我们这个所有的大小圈法门里边呢 全部都是靠自立 靠自立断祸出三戒 唯有净土法门啊 我们是靠信愿念佛 感通佛力 是受我们到极乐净土去断祸业 那么这个也体现出的是 阿弥陀佛至极的悲心啊 慈悲之心 也体现出的是 释迦世尊对我们的牵挂 他知道 在末法时期 我们这些弟子们 我们这些不相继子 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犯了这么重 畏罪的各种各样的障碍 仗道因缘那么多 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怎么做 怎么样才能处理啊 唯有一心一样 信愿念佛而已 好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的内容 那么第二个部分我们看 到处大师 第二个概念 是末法五卓念佛最利 为什么说这个末法五卓 所处这个时代念佛是最有力量的法门 那如果说我们回去 回到我们第一次讲座 我们知道 到处大师 他出家以后 出家以后 那个时候呢 是在 那个时候他出家是在十四岁 十四岁 刚出家以后呢 到第十五岁 到一年以后呢 就是北周五帝的灭佛 北周五帝灭佛 他那个时候正好是在 北周五帝啊 他在 他在齐境内 他所处的五台三岚 正好是北齐境内 在那里 下令灭佛 所以呢 他一出家以后 就遭遇到了那种 法难 或者说那样的磨难 他亲身经历了这些战乱了 看到他自己国家的灭亡 亲身经历 也看到了 北周五帝啊 那个时候灭佛 那种残酷 破坏佛像啊 摧毁塔斯啊 焚烧金树啊 撒禄三人啊 他所见都是出目进行 所以他在 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他已经为他的 那个时代定义是 末法时期 所以这种概念 对他的冲击 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在 安乐集里边说是 当今莫把 献事 五着恶事 唯有净土一门 可通入路 那我们如果说是 摄身处地 把我们放在 他那个时代里说 他有这样的概念是 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千千在打扰 那在我们净土中 这些祖师里边 他说到 斯尼克塔唯一一个 是北周 到北周 北齐隋堂 一个人经历了 四个朝队 那换了几十个皇帝 那出目所及 都是 生灵投炭 那在那样 一个环境 今天还活着 明天 会是什么样的前线 他完全不知道 那如果说你看 如果我们生活 在那个环境里边 让我们去选择 一个房门 我们会想什么 那你这 把时间少为拉近一遍 一个阴光盖 所生活的事 也是那样一个乱世 正好是 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 当然 他经过了 经过了 当时清朝的溃背 经过了民国 那些 也是千千换总统 那一段世界的乱世 到后来 他生命最后阶段 日本的入侵 所以他对于这种 生死和无常的观念 感受是非常深切的 所以他为什么说是 你每时每刻 要把死字挂在额头 所以当有些人 已经七八十岁 还写信给他 所以还要去 研究这个教理 研究那个教理 还要深入去 做什么 做这个做那个 那一光大师 毫不客气 写信 你都是要死的人 你还搞这些干什么 你一心念佛 都来不及了 你先把生死问题解决了 把轮回问题解决了 这是迫在眉睫的 这个问题 如果说是不解决的话 你看两眼一闭 你一点资量都没积下来 你又开始轮回了 所以我们在学佛过程中 就像谈到这些祖师的话 这些语言 你看有时候印度的话 讲得很重 为什么重呢 我们太麻木了 你讲轻话 他觉得抓痒 不起作用 必须要拿棒打 棒喝 才会醒 所以有些人 很不喜欢一光大师 这么凶的一个老和尚 讲话这么严厉 但是我们知道 讲话越重 语重心肠 他针对都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我们的毛病 如果我们很警觉的 山根很深厚的 他完全可以合分心意的 他完全可以非常 面色非常温和地对我们讲话 用词也会用得非常好 非常温婉 因为印度其实写文章什么 用词都是很温婉的 但是写信有时候针对这些不同的人 用词真的很重 帮助很多出家的地 出家人 写信跟他都是 所以我们把这个环境搞清楚 以后背景搞清楚 我们就知道 像面对那一个环境 那其实我们一般的话 反正是说 到处当时那个时代 还不一定是末法时期 但是到处当时他从他自身的感知来说 那已经到了末法 那末法这种环境 再遇到 如果说 所处的这是一个五足卧室 没有活住时的时代 这是一个末法的时间 那加上我们是烦恼具足的 修道的心很微弱 起烦恼的时间很多 所以我们在学活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遇到 看到有些善知识开示 从古到尽 总是说我们要强服烦恼 强服烦恼从哪里入手啊 那这个强服烦恼不是从嘴巴入手啊 那一定要从我们的心入手啊 强服烦恼从哪里开始观察我们念头的生气 这一天到晚当中呢 我们的念头生气是善的念头还是恶的念头 是为自己的念头还是为大众的念头 是心安住于法 心安住于道 要念佛的念头呢 还是要去证明独立的念头啊 所以关注一下自己念头的生气 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烦恼的点在哪里 所以有些人可能没学乎 觉得我其实挺不错的了 我很善良 我没做什么恶事 学乎以后一照镜子 才知道 自己真的是一无四处 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 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的业力 共同所感召的 我们自己营造了 所有世界的一切 我们来到了这个所有世界 这是与我们的业力相应的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 这一切都在加速度 一切都在成绩和倍速的增长 我们的烦恼也在加速度 也在增长 如何去调伏 它不像这国内社会 你吸引我们的为这因缘少 你看那以前的国内社会 像唐代时期 你看都市里面太繁华了 这些坐船的 船中的大师 就已经不喜欢在城市里边了 纷纷都离开了城市到山林里边去了 那那个时代你看到山林里边去 寺院的三门一关 未在的世界 与我们关系了 然后他寺院有自己的前地 自己种地 自己自主 完全可以与世格局 那心因为他把位在的这一切 他都靠了 全部都断掉了 不会感染到他 他现在不一样 那信息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那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 你如果说是我们要保持我们内心的清静 保持我们的宁静 确实是不容易的 我们要修学 我们要修到我们如何安住我们的心 那我们真的要增强我们的抗干扰能力 现在如果说是一个飞机 你抗干扰能力差的话 可能被其他的信号一干扰 你都飞不起来 甚至你可能有可能会坠下来 那个一个电脑也是如此 手机也是如此 这各种各样的病毒 我们这个世界有病毒 网络世界里面病毒更多 有多少人想偷你的个人信息了 是不是 因为这些都是商机 这些都是可以做产品去出卖的 那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如何修学 我们如何挑衅 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 和以前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我们古代的祖师大都没有这些问题 他没有手机 没有电脑 那正是由于有这样 这个时代的纠缠 各种各样 我们所面对的新问题更多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这个世界修学 你心要调伏 你会更难 难上加难 你门关的这紧也没用 这各种各样 这干扰是无孔不入的 所以我们才要求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求生极乐世界呢 到时候大师他说 如果我们求生极乐世界 只要一生彼国 行则精莲盆足 坐则宝座城区 出则地势在前 入则凡凡从后 一切慎重于我亲朋 阿弥陀佛为我大师 宝树宝林之下 任意翱翔 八德之中 由神出足 行则深同金色 寿则命与佛旗 学则众能并尽 旨则二地荣虚 等等等等 这一切众生 但至已过者 皆正此意 何不思量 不苏去耶 你看这些文字 如果我们还有记忆 刘一鸣居士的西方法院文 里面所陈述的内容 到处大师这里所描述的 基本上意义里都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我们求生极乐世界 因为那个世界永远都是正法 没有什么正法 像我们这个世界 这样的不同的法用差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是很久注释 他就注释 有佛注释 整个的环境 整个的众生 都是亲近的 正报的众生是亲近的 依报的环境也是亲近的 这些住上善人 这些大菩萨 都是我们的善友 都是我们的圣友 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老师 每天都在极乐世界 讲经说法 我们的寿命 也是跟阿弥陀佛 一样的长久 无量光 无量寿 我们每个人的生肖 也是具足各种庄严的 所以通过这样的比较 我们就知道 结论世界是我们一定要去的地方 我们必须要去的地方 我们只有通过精进努力的 信愿 持民 念佛 我们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大愿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得到处理 这不会像道处大师所说的末法中 一人修行 未有一人得者 这是他从大吉乐藏经里面 所念出来的 如果说按通图法门 自己要断货 消业 处理三界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唯有求生西方极乐佛 唯有在阿弥陀佛的净土里面 先求生净土 解决轮回的问题 解决破在眉睫的生死问题 心安住往 生安住往 后面的问题才好解决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大吉乐道经里面说 我末法始终异议众生 起行修道 未有一人得者 这是道处大师引用在阿弥陀佛里面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众生根略 那我们的根基越来越低 略表现在哪里呢 表现在我们的烦恼越来越多 我们的障碍 异常越来越重 那么有些也有发心 但是发心呢 很难坚持 那很难坚持 那当然我们看到 也有修习各种各样的法门的 修习圣道门的 但是呢 这种圣道门的形式 这一生是没有办法成就的 它必须要生生世世 接力修学的 但是我们的寿命非常有限 那么在这有限的生命里面 如何要做达到我们这一生 要处理这样一个终极的目标 这一生要成就这样一个终极的目标 那必须先要求上进度 不然的话 如果以圣道门的修学 再来一次再轮回一次的话 这个五卓恶是卓恶太厚重了 菩萨都有何言之谜 罗汉都有入胎之谱 他一来以后 这些幸违的菩萨 出国的罗汉 身份都搞不清楚 所以他必须 我们要先求上进度 在进度解决我们迫在每一节的轮回问题 然后在进度修学 不得臣服 那么当我们有能力以后了 我们再来错过世界 或者其他的世界 去度罚重生 所以呢 针对我们这个时代 针对我们的根基 进度法门 是最有利的法门 真正能够对一生 解决我们生死 轮回的问题 好 我们看第三个 这是四法度众 名号最妙 那么这个概念呢 其实我们在前面 学习 谈论大师的时候 也已经有祈祷过 这是也在《大集约章经》里面谈到 说祝福出世有四种法度众生 依着口说十二部经 即使法师度众生 第一个 像佛度众生的方法很多 但是呢 一般用的 一般用的 最主要的是说法度众生 因为特别是针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文性最利 那你看我们眼睛闭起来以后了 我们眼睛都看不见了 但是呢 我们耳朵依旧还在起作用 文性最利 所以呢 祝福在这个世界 视线呢 都是主要要 以说法的方式 让众生得误解 让众生依说法去修学 最终呢 得解脱 这是说法度众生 第二个说 祝福如来有无量光明下好 一切众生淡然细心观察 无不获益 是即生业度众生 所以这些祝福印画 它都是以最庄严的形象 视线在我们这个世界 要发效成道度化众生 那么祝福的报身都是一样 都是圆满平等的 那么祝福的化身 当然 它如果说视线发效成道 化现佛身是庄严的 那有时候视线其他的形象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视线成八效成道 这次显像 都是最庄严的像 那么它是有无量的光明 有无量的像号的 那么这种无量的光明和像号 它都是清净的 那光明里边传达的信息呢 都是智慧的信息 也是清净的 只要我们一心一意 把心定下来 系缘 以这些祝福的庄严形象为缘 去观想佛的庄严像 无不惑意 即是生业度重生 就是说 当我们一心一意观想佛的庄严像的时候 因为它的身相是清净的 是庄严的 那也是与我们内心的 清净庄严是相应的 这种观想 是可以得定得会的 所以有些众生 喜欢修订的 可以观想 那么还有我们知道 祝福度重生 他这种走过去 你看 释迦世宗 你看他在沿街托波 对着僧团出行的时候 他走过去以后都能度很多人 这都是苏世有中国善根的 与佛有缘的 一见以后 马上生起欢喜心 那见到佛的形象庄严 见到佛举子 那种威仪 那种举子的优雅 生起无上的恭敬和欢喜 马上就能够 无体投地去定理 去归仪 去敬仰 去供仰 那我们你可以在地藏三经里面谈到 就是说你在末法时期 即使就是你穿出家人的衣服 出家的僧众 你走过去以后 大家见到这一身衣服 都会有种无量的善根 因为这些都是他体现出的 都是对三界 对我们三界的一切的出离之想 体现出的心中清净之想 让大家看到以后 友善根的知道 在这个世界 在此时此刻 在此地 还有人求解脱 这会带动他内心的 求解脱的信念 如果说他曾经有这样的发现的话 所以说 生业度众生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度众生的方式 第三 就佛如来有无量 得用神通道力 种种变化 即是神通力度众生 这个在大小圈经典里面 特别是欧文科大圈经典里面 佛视线 神通说法 度众的方式 也是非常多 当然我们也知道 神通是不究竟的 神通不能解决业力问题 你有神通 但是依旧当这种 业因果报成熟的时候 依旧会受保 所以为什么你看 佛陀的十大帝子里面 穆建连的神通第一 最后他是被味道推石头砸死的 就说明 神通是不能解决因果问题 不能解决业力问题 神通也不能让我们真正在三界里面处理 但是呢 神通是一种度众生的方便 那么神通的用用 我们看到 也是在特殊因缘之下 佛菩萨才会用神通 度众生的因缘成熟才用 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去实现神通 如果说是要用个人名利去实现神通 那肯定会出问题 那所以佛是无我的 这大菩萨是无我的 他实现神通都是为众生着想的 那么最后一个说 祝佛如来有无量名号 若种若别 其有众生细心称孽 莫不出帐 获益 接生佛钱 即是名号度众生 佛菩萨我们知道 有各种各样的名号 名号的安利 都是针对那方众生的需求 所以我们知道 释迦佛他的报声 安住西方无生世界 能够如如不动 他有千百亿化身 在千百亿佛场 所以他的名号 无量无边 他在我们这个世界 映画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众生 少慈悲心 所以他要实现 叫能人 我们这个世界众生 心比较浮躁 所以要实现 静默 静默 施迦 牟尼 能人 静默 或者能人 静默 实现这种名号 那么你要仔细地去看 在会土里面 所实现的都针对众生的烦恼 而实现名号 在净土里面的佛名号 那基本上都是光啊 慧啊 这些圆满的正面的形象的名号 所以有种的名号 我们一般说 如来有十种通号 如来应公啊 正辩之弥 信族 善世世间解 无上司 乔玉丈夫啊 前人是佛 十种 十种通号 这个我们在讲佛的时候都讲过 那么别号呢 就专门针对某个世界所安利的 度化这些众生的 执子这些众生烦恼 或者说能够启发众生的 心钱里边的无量功德的 这些是别号 那么如果说是有众生能够悉心成念 也不管念哪宗佛的名号啊 都能够除掉障碍 获得利益 那么如果说 他有愿望要生在那中佛的净土 也能生在佛的净土 所以说 这个是名号度众生 所以名号度众生之法 并不是阿弥陀佛所专有 所独有 我们读地藏经 你都看到 地藏菩萨所修学的 依旧是 持明念佛之法 你看他念诀华 听自己往主来 入地 入三位 所以你看他 在度化众生的过程中 他也要让其他的众生 去念他的名号 因为能够亲吻到一种佛的名号 都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说明 也是有无量无边的善根 才能亲吻到这种佛的名号 只要有亲吻到佛名号 他这个名号的清净种子 就永远留在我们的八十心前里边 这种清净是不与染污同气的 它是永恒常在的 它是与我们的佛性相应的 那么只要他既然成熟 这个众生都会成佛 所以你看华语经里边说是 你要宁可受地狱苦 你要闻佛的名号 而不愿受无量的愧乐 如果说亲不到佛的名号 那在往昔受苦 无量节的受苦 无量节的流转生死 都是因为没有亲到佛名号的缘故 闻佛名声信 则是世间塔 牵闻到佛名号 产生亲近的信心 好要心 欢喜心 产生愿生愿望心 这生命层次 能够去行持佛的行义 那就是行菩萨道 那最终丢了成佛 所以观经里边说 你看我说阿弥陀佛有 八万四千像 所以一一像中有八万四千好 那么一一好中有八万四千光明 阿弥陀佛有无量的像好光明 那么这些光明呢 变照十方世界 平等普遍的普照十方世界 但是呢 唯有对念佛众生摄取不舍 为什么对念佛众生摄取不舍 因为我们念佛 佛知道 我们礼佛 佛也知道 我们想佛 佛也知道 我们的身口意义 都是想佛 在礼佛 在念佛 那么与阿弥陀佛念我们之心 就能够相应 所以这个音韵 就一下子把关系就拉近了 当然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父子关系 但是 阿弥陀佛时时刻刻都在念我们 但是我们没有念佛 那么只要我们一念这种关系 马上就确立了 那么我们念佛 也会感到 阿弥陀佛的法身和化身 时时刻刻 映现在我们心前中 那马上就与佛相应 与佛相见 那么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只要我们心愿欲足 他都是最强的增上支援 帮助我们到极乐世界 所以念佛名号 有如此的不可思议的功德 所以我们看到 虽然说佛度众生的方法很多 但是最方便 最方便 最善巧 最有力的 最奇妙的度众生方式 就是直接念佛的名号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使教相应一生成就 那么道处大师呢 说既经始众生 既当佛去世后既四五百年 正是忏悔修福 应称佛名号时 这个这里经始众生 就是道处大师指的 他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 那个是第四个五百年时期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五个到第六个五百年时期了 真正是应该忏悔修福 称念佛的名号的时候了 如一念称阿弥陀佛 即能除缺八十一节僧时之罪 一念即而旷修常念 即是恒 忏悔人意 我们具足信愿 以至诚恳切的心 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一念都能除八十一节生死大罪 所以一念都有这么大的功德 何况我们每天都念 我们恒常去念 我们这一生都念 除灭罪障不可思议 如果又若取圣境 即前者修定修会 是其正学 后者是间 又如取圣以远 则后者称明是正 前者是间 如果说是在佛的正法 向法时期呢 那么修学的方法呢 就是修定修会 或者多文读诵 念佛 忏悔 修福 这些是助学 但现在呢 取圣已经太远了 这个圣就是佛 我们离佛念派时间越来越久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与以前所修的法门呢 正好呢 要倒过来了 为什么 以前的众生福报大 智慧深 业仗少 我们呢 恰恰相反 所以呢 在这个时代 我们修学的法门是 称明是正义 是主义 那么其他的呢 都是助导业 若欲私禁去 胜过拦截 唯有净土一门 可以情虚去入 因为如果说是我们把这个 在不同的时代 佛针对不同的根基 所施设的不同的法门 我们把它搞混淆了的话 那你要修学 想要有进步 那就非常难了 那就非常难了 所以呢 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认清楚 我们修学的法门是什么 所以为什么这样呢 何一人之 是由众生取胜遥远 积极浮浅 爱动故意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我们离佛助寺 时间太久了 而我们的根基越来越动了 我们对佛法的理解 那基解是越来越浮浮浅了 我们在学习五量寿经 学习阿弥陀经的时候 我们看到佛助寺的时期 那些世道弟子 那些一千二百五十 那些有名的道弟子 你看有些都是亲佛 说一句忌半句忌 马上就能证得阿弥陀佛 有些圣旨呢 都是亲佛的弟子所说的 那你像神利佛 他出家 他亲马圣比丘 那甲继子 亲到一半就觉得不思议 然后七千正的阿弥陀佛 那像这些 你看我们看到这些 圣弟子大弟子 在那个时代呀 可以说是高手如荣的时代呀 那佛少为点拨一下 他不会用太多的力 所以你看早期的经典 佛所说的经典都很简单 有些人以为这是佛教的方式 就是先有简单 再慢慢变得复杂 不是的 就是因为那个时期 弟子的根性太利了 他几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 他为什么要讲长篇大弄呢 但是我们也知道 佛陀在针对 戒位的很多弟子 或者说是不同场合的众生 那这些根基前呢 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兇修 大量的毅力它才能够升入的 那是需要讲大量的经典 所以佛法没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我们社会是不断地在发展 甚至有时候发展是走偏了 走错了 都有 经常有历史上 佛法从一开始 它就是圆满 就是完美的 因为佛的智慧 它从一开始 它就是圆满的 那么他针对小乘根性的众生呢 讲小乘法 针对大乘根性的众生呢 讲大乘法 所以他有地域的差异 根据根性 所以讲佛法 不是说先有小乘法 才有大乘法 所以这个概念 我们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 那么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 与佛非常遥远了 已经掉进三千年了 我们的理解力越来越差 我们更新越来越差 我们的烦恼账币越来越多 所以观金发起的因缘是 韦奇希夫人经受工钱 正变以后 她感受到苦难 她希望去一个清静的地方 一个没有人烦了 干扰她的地方 一个见不到恶人的地方 所以佛才对她说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让她来选择修修的方法等等 所以到这大乘法里说 是韦奇大师自为 为自己 以及埃米默示的五周众生 轮回多吉 徒受痛烧 故能甲育苦缘 滋出开路 豁然大圣家此劝归极乐 那对于一位极夫人 正要因为皇后 她遭受功勤证别以后 佛为她都 讲说极乐世界的殊胜 让她 也不一定要通过修观想的方法了 让她只要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 信愿失眠 就能够阿弥陀佛助照接应 就能使阿弥陀佛给她决定的信心 让她能够对生 能够确信自己能够得生极乐世界 那当然佛是对于提及夫人说的 也是对我们所说的 所以从道处大师 她的对于使教相应 这样一个解读 以及总结我们的看出 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 我们生活的时代 这是一个末法时期 那她不是正法 也不是相反 这是一个五着恶事 这个着恶现在已经到了 无以复将 以后会越来越着恶的地步 那她不是极乐世界的净土 那么五着恶事里边呢 恶人是充满的 众生的烦恼呢 也是无处无时不显现的 那么这个时代 斗争坚固 那互相好你斗亨啊 是越来越普遍 不管是个体之间 团体之间 还是国家之间 都是如此 那这个时代 末法时期 当然是没有佛诸实 我们根基如此之浅 我们的智慧如此之差 我们的知见是如此颠倒 如果说我们要修学 这个时候 我们还想去修订 还想去通过其他的法门 修学圣道门的解脱路 一次力去修学 生生世世去接力的话 那我们要走的路是非常辛苦 也非常满场的 那正是由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不堪啊 所以 实际上是从他慈悲怜悯 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那么面对问题 他要解决问题啊 我们都是他的孩子 那解决问题 那肯定是要给我们好的方法 好的途径 让我们这一生要得到解脱 不要再轮回 不要徒受痛苦 这些苦啊 一点都不值得吃 不值得吃 你这一生又一生 一生又一生 吃同样的苦 甚至越来越苦 它是一点都不值得 因为你没有解脱的希望 如果说这个苦吃的值得 你能够得解脱 能够从三界里面出去 那还好 那你吃了一次又一次 苦难经受了一遭又一遭 依旧还死轮回 依旧还在苦难里边 我们才深切地 体会到佛陀的悲心 知道这个时代 我们应该吃什么药 应该服什么方式 应该用什么方法 让我们得到解脱 所以呢 他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要忏悔修福 要称佛名号 所以到处大师说 如果说教父时机 则亦修亦物 如果说是这个佛陀的教法 与时机相应 时代相应 我们的根基相应 那么我们修学 容易修 所以念佛 谁都会念了 那么修学呢 看似简单 这个方法 谁都可以做的方法 得到的结果 得到的效果 那这个result 这个fruit呢 很大 结果很大 就是因为 这次释迦世宗 他为我们这个时代 特别所慈悲安利的方法 也是阿弥陀佛 对于一心心愿念 不求生净土的人呢 每时每刻都 时时刻关照我们 让我们呢 能够一心 能够支持下去 所以呢 以这个法门修学 能够一修一物 如果说是 基教时归 来修来容 如果说是 这个时代 我们所修的法门 与我们的根基不相应 那么修学 修得很痛苦啊 修得很痛苦 感受不到修学佛法的乐趣 尝不到那个法味和法喜 也入不进去 修了很多年 感觉都是蒙为患 围着那个院墙在跑 就是进不了门 入不了门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要反思啊 我们都要反省 我们的根基 到底是修学 修学什么法门的 我们要取得四半功倍的效果 花最少的力 得到最大的结果 那在这个时代 实际上是中 告诉我们的 是一心念佛 如果说是 我们不足以世界 没有这种念佛的 第一圣庙方便 那这是阿弥陀佛 方便的 至极方便之法 度脱众生之法 那么我们修学 是失利 不是得利一样 所以这些 我们要搞清楚 以后呢 我们才会死心 踏地的 一心一意念佛 好 那么我们这个 道处大师的学习呢 我们就算是 圆满的结束了 那么对道处大师的学习呢 我们 第一次的讲座呢 我们介绍了第一次灭佛 第二次灭佛 还有我们介绍了 道处大师呢 他的生品 也对于道处大师这份重要的著作 安乐吉 他的著作背景呢 做了一个说明 那么道处大师 净土思想呢 我们一共讲了四个大的部分 第一个是谈二地 二地一向起修 第二个呢 是谈极乐世界 他到底是暴徒 还是化徒 这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是谈 十年成为 必定能够往生 要是一个概念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要谈的是 时机较相应 才能得到解脱 那么道处大师 学习结束以后呢 我们下次 下周的讲座了 下周的每一讲座 我们是讨论课 那么大家还有什么 疑惑或者问题的话 就给你们的辅导员 先提出来 那么下次的讨论课结束以后呢 我们就会正式地学习 善导大师 那么善导大师呢 相对地就会难懂一点 那么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就可以清一清 这个我们观金师解出的 悬议分这一部分 大家清一清呢 这个有个基础 那么学习善导大师的时候呢 就容易懂一点 好 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回想 愿宵宵来节诸夜道 愿得福慧日增长 愿尽此生出所佛 愿佛接引圣爱养 阿桑 阿桑 阿玛阿桑 阿涑 阿一 阿義 阿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